只能往前走 一个方向顺时走 机车向上水钻 在LED霓虹灯投射下闪闪发光 搭配高档喇叭 播放流行音乐 整台机车战斗力十足 机车的主人就是他 水饺店老板曹先生 原本他花了5万元 买来这部蓝色机车 不过因为他爱车成吃 砸下2、30万元 在车身上贴了10万颗水钻和水晶 连避震器跟胶油孔 都没漏掉 这个斗拉面就花了多少 就贴了大概一天左右 一天几颗 2000多颗 除了水钻 他还砸下40万 为车子装上高档的音响喇叭 另外还在配件上 加上自己最喜欢的卡通人物造型 整台车子的装饰费用 高达60几万 足足是车价的12倍 都可以买一台国产车 或是重型机车了 太太会不会骂 花那么多钱 不会 怎么说 就是兴趣 那他喜欢吗 喜欢啊 很漂亮啊 怎么说 因为跟别人不一样 跟别人不一样 独一无二的水钻机车 骑在路上相当引人注目 不少骑士还会给他比个赞 虽然所费不知 但曹先生却乐此不疲 只要车子跟别人不一样 够酷够炫 就是他最大的成就 记得陈门辉张华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